好,那么接下来是系统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外部感测器触发的部分 那我们会做一个晃动加1 那还有按按键显示数字 那还有一个归零的部分 总共会有三个部分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程式里面 好,首先是晃动就加1的部分 这我们会运用到它的感测器 那所以请你在输入这边 第二个,当手势发生晃动 刚好就是这一个 那晃动我们就加1 那我们的变数是在这边 那改变1就是加1 所以当晃动的时候我们就加1 好,那第二个呢 是当我们按A的时候 A是这一个按钮 这一个按钮 那所以呢 我们也是找输入 那输入按钮是在这一个 所以当A按钮被按下 然后拉出来 那按下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要在我们的荧幕上面 荧幕上面就要显示那个数字 所以我们先把荧幕清空 荧幕这里 更多这里 这里有清空画面 基本的更多里面有清空画面 因为刚刚可能是在显示大星小星 好,所以你清空画面之后呢 就把这个数字显示出来 那显示也是在基本的这边 那显示数字在这里 好,那这个数字呢 你不能每次都显示0 要显示我们的这一个数字 那这个变数里面的数字 是在这一个里面 在变数里面 所以你把变数塞进去就可以了 把变数塞进去就可以 好,那如果你只要显示一次 就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为了确保能够看清楚 你要显示两次 那我们就再加一 再做一遍 OK,那这样就好了 所以它当显示两次显示完之后 如果你有在晃动 它会再跳回去这个部分 它会一直在重复的 做这个大星小星的计算的数量 好,那还有一个V按钮 V按钮是我们要做归零的部分 那所以请你输入这边 一样是选当按钮被按下 那这时候呢 它变灰色 因为两个都是A不行 所以你要换一个V 一个要换B 好,那换B了之后呢 我们要做清空的动作 那清空的动作 其实就是把那个变数设为零 跟这个是一样的 跟初始值设定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复制一下 把那个变数复制为零 设置为零 把它复制贴过来 它就把它清为零 那清为零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去显示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里面数字是零 所以A部分的功能 就再复制过来就可以 所以一样清空画面 显示数字 然后做两次了 清空画面 显示数字 好,那这个就是第三个部分 所以外部触发的部分呢 感色器触发的部分 其实它可以放在城市的外面 放在城市的外面 那放在城市外面的话 就不会在这个回圈里面去跟着人家照顺序执行 因为在城市的重复执行里面 如果你是放在这里面的话 它如果正在显示的时候 它是没有办法感测你的 感测器的输入 所以我们通常 感测器的输入会另外拉在外面 这样子它会 你的板子呢 它会用这个 另外就是 我们比较专业讲 插断的方式 就是 就是随时 你随时发声 那随时都会感测 都会感测 好 那这样的方式 你的 这样三个部分都做好之后 你的城市应该就可以运作 好 那我们就 你可以在这边测试一下 软体模拟的部分 你重新开机 然后它会显示信号0.5秒 然后小人的动画 然后0是双速 所以它显示信号 这边有个Shake 所以如果你拉住板子 有没有 这样来回一下 或者点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代表 点它一下代表 震动一次 所以它大星 小星 大星 小星 好 那模拟没问题 我们 对 还有我们 要显示A 看 它现在是7下 7下 显示两次 那如果你归零 它清掉以后 它会显示两次 0 好 那如果没问题 我们就把它下载 然后请你把板子 你的Microbit的板子 把它插到你的电脑上面去 然后我们把资料夹打开 好 这个是刚刚下载回来的程式 好 那你的 你的Microbit呢 在你的电脑 我的电脑这边 把它点开 这里应该会有个Microbit的 看起来像随身碟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Microbit板子 你只要把你的程式 抓过来 放在Microbit里面 放掉 贴进去 它就复制过去了 好 那或者是你这边按 复制 然后呢 你到电脑打开 然后找到你的Microbit这里 点两下进来 按右键 贴上 这样子也可以 好 这样子也可以 都可以 好 那你复制完之后呢 Microbit可以直接拔起来 好 程式就已经写进去了